啥?新的穷人者会飞? 资讯咋知道?第五小哥报 欢迎来到第五人歌 这是男孩啊 是的,最近这个新的角色 玩具师的三世图出来了 来看一下 很多人给我反应说 哎,哪有哥哥 这不就是调试之前新出的皮肤 Lady K或者Messie K的亲兄妹吗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莫名的联系吗 哎呀,这个问题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 这个不是新出的皮肤 是一个新角色 好吧,是新角色 虽然说我这样看也是有点像 但是他们只是这个发型和这个衣服颜色 然后比较像啊 其他的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新角色 玩具师的背景故事啊 他是从小就被母亲给抛弃了 本来是应该生活在一个 富商的家庭的环境条件下 没想到后期需要靠着一个玩具商铺 来经营自己的希望 所以啊 他的这些背景故事呢 和调玩师是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的 大家不要再说他们有什么莫名的关系了 好吧 咱们再来看一下玩具师的一个可能性的技能呀 从这张三十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玩具 一个小屋 一个滑翔机 一个滑板车 还有一个好像是小旋转陀螺呀 那么最左下角的这个玩具屋 应该就是他的一个手持物 我们可以理解为类似于武女的八音盒 用来释放技能的 那么其他的三个可能就是他的技能的一个条件了 比如说滑翔机 官方也说了 他的技能有点类似于可以飞的技能 难道是他可以像前锋一样快速的位移 可以逃离监管者的追捕吗 还有他的滑板车 以及地上的小托螺 都是用来减速或者是减缓监管者的一些交互 或者是打断封锁他的技能吗 这点的话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呀 目前呢 他也是只是简单的这样推测 可以确定的是 这是一位新的先知位以及辅助位哦 所以大家综合这几个玩具 你们觉得他的技能将会是什么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分享出你的想法呀 感谢关注点赞 评论转发在右藏 我是男孩 咱们下视频见 拜拜